原来把臭幼暴改成小恐龙已经很离谱了 更离谱的是给小恐龙补牙又花了我2000多 这只臭幼不是皮肤病被剃毛了吗 结果互不担行 我发现它的牙齿还有非常严重的蛀牙 因为全国能给动物补牙的医院去之可数 本地的宠物医院建议我直接拔掉 但是考虑到拔出之后 它就失去了唯一摸碎食物的旧食 我决定带它去其他城市就医 检查的结果是牙根没有损伤 可以补牙 只不过牙齿有些松动 补牙之后也许过一段时间 还要面临被拔掉的结局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尽力争取一下吧 补好了 它终于不用再受牙疼的困扰了 就是我的钱包稍微有点疼呢